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 大家平安 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时 要剥夺入喂养他的养 将福传这极重要的使命 交给中途之手去建立他的教会 这以基督知名之心 圣世服务的圣童结构的教会 其不同职务及内涵是什么 无论个人或团体 没有人能对自己宣讲福音 因为信仰是出于宣报 没有一个人是自己自主的 无人能给自己恩宠 每人必须接受他人的恩赐 教会内虽有不同的职务 使命却是相同的 基督给宗徒及其继位者 德能与权柄 以训会 圣化和治理教会 请问老师 在教会内有很多不同的职务 有特殊的意义吗 有的 为了天主子民的牧养和成长 在教会内有各种职务 以求全体的益处 例如 圣子人员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服务 使所有的天主子民都获得救恩 耶稣开始公开生活 就选定了十二人 做新以色列的种子 这是圣童的起源 为此每位主教都在主教团 及各自的教区内执行职务 并与罗马主教共融 基督赋予圣职人员使命 责任和权利 因此 他们是基督的仆役 他们为圣言和恩宠服务 因基督之名 也成为众人的仆役 斯多在主教的领导下 在教区的斯多团内 共同执行传福音与牧林的任务 就如伯多禄和其他中途 组成了一个中途团 同样 继承伯多禄的教宗 和继承中途的主教们 也是一个整体 基督赐予伯多禄 束缚与释放的职务 当然也赐给了 与首领连结的中途团 教宗罗马主教 圣伯多禄的继位者 是主教和信友 日日可见的宗心和基石 教宗对教会具有 完全、最高以及普遍 的治理权及神权 能自由使用 世界主教团 若不以罗马教宗为首领 便毫无权力 主教团 对其教会拥有最高 和完全的权力 但这权力必须来自 教宗的授权 主教在其教区 今生若必永恒长 让我们专去金银宝 还有那种口子 你仍比着登堂 今生若必永恒长 让我们就起光明吧 叫那世上的人 从心里花祝赞叹 今生若必永恒长 让我们随心处于宝 聚着他万千 救我小小杀杀 世界主教团的首领 罗马教宗 以最高牧者和导师的身份 坚定天主子民的信仰 以确定的行动 最高职位的名义 宣布信仰或道德的教义 拥有不能错误的神恩 当教宗使用最高训导权威 宣布天主启示的 当信之道或基督的教训时 所有的信徒 都应以谦卑的态度 及信德的服从接受 请问老师可以再解释 教宗不可错误权的 颁布基础与根源吗 是的 耶稣进入世界 是为宣告真理 并为真理作证 祂是真理的基础 真理的根源 圣父 浅发护卫者 真理之神 把人带入真理 圣神使教会成为 真理的注识和基础 教会富有 长久保存 并传授纯正的信仰 使信徒在真理内 共融合一的权责 因此 教会不可错误的 训导权威 必须在圣神清零 并与教会 共同决定的条件下 才会动用 教宗和主教执行 普通训导权 即使没有做出 不能错误的论断 也没有决定信的语气 信有能要以敬重的心 听从 主教和司徒们 以祈祷和工作 宣道和盛事 管理 圣化教会 尤其是 以自己的榜样 照顾信徒 不是做托你们 造管者的主宰 而是做群养的模范 你来跟随我 是指 每人都个别的被召唤 为能在共同的使命中 成为个别的见证 向派遣者负起责任 以天主的名义 为人服务 因此教会在圣事礼仪中 以圣山的名义 及权威施行恩宠 我应父 及子 及圣神之名 给你复习 或 我应父 及子 及圣神之名 赦免你的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听到本集的主题 教会圣统的结构 让我们了解 教会从教宗 到世界主教团 地方主教团 教区主教 私夺 一直到现身生活 及平信徒 就像葡萄的枝条 和葡萄树 耶稣基督 紧密的连结 共融 谋求教会的益处 使所有的人 都获得救恩 今天的教礼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